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处留存的就少 我觉得大家都是要去经过生活的历练 去沉淀下来一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并不重要 就是我觉得说我年轻 但是我觉得你必须找到自己的故事的根源 你比方说中国品牌 其实今天到全世界去讲故事 如果单纯的去讲一文这18年的历史 你无法去把它能够说得透彻和让人服气 你想他那个四个老头那就已经几代人了 然后你去呈现价值 你用你18年 你无论怎么讲都没有说服力 但是我觉得你要找到那个价值支撑 所以我最狠的一次 我就是直接把PPC的前面改成一个五三个零 当时外国人都在下面窃窃私语 我们就够狠的四代人了 他这都一个五三个零 有这么老的企业吗 然后我说这是中国文化所给予我们 每一个中国企业最有价值的承载 这个五千年的历史 你要从里面去找一些你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其实劳斯莱斯他也把是 其实宝马开始去介入这个企业以后 其实是把他所有的历史故事重新整合过来 我觉得中国品牌毅然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行业 其实对哪一种品牌都会多多少少 无论从设计的角度 从产品的角度 从功能的角度都会留下 哪怕最差最差从生活方式的角度 都会给你留下无数讲故事的渊源 你比方说所有的 在我们做中国文化的过程中 因为在中国文化里非常有意思 其实山水画是中国文化最好的一个表达方式 你去看你要找时装 我到现在都不能给你找那么全了 比如说各个朝代 不管是公平的还是民间的服装 你说我让你都看一遍去理解这个 你找都找不出来现在这些 这都是真品你也很难找 但是你去看这些山水画 每一个朝代现在你都可以去看到它的山水画 哪怕是纺织的纺织品也好 那些图也好 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目光的不同 你比方说在老一代人看山水画的时候 你比方说大家对那些公笔呀笔法呀 就是研究的特别深刻 但是对于现在 尤其我们很多年轻的国际化的这些设计师 他能看出特别不同的差别来 你比方说在上一届我们做山水的这场秀的时候 我的很多设计师同时看山水画 然后我们几个在国外生活的设计师 然后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我发现为什么所有的山水画里都有建筑的演出 无论是一个良亭还是一个就是尤其中国 这个包括唐宋这些山水画你都发现 无论是一个房子或者一个良亭所有的都会有建筑的演出 然后顺着这条线他们就往下捋 因为中国的建筑是每一个时代最具表现力的 它不仅仅表现了美 它还表现了这一个时代关于色彩 然后关于这个经济的状态 比方说不同的这个家境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像马铜墙 它的凳都不同 它的多少都不同 然后不同的这个官品 就是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美 它是有一个综合表现力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出现一个问题 如何从建筑中寻求灵感去嫁接给时尚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再到老的里边 包括四谱全书里关于建筑的描绘 那些文言文的词你都很难去读得懂 就你对它那个 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觉得最重要的那个方法是以点待念的 你比方说我都干过这样的特较劲的事 那我们就找来人把四谷的那些关于建筑的描绘 还原成一个三地的立体图 你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把它做那么复杂的还原的 但是我觉得所有那些关于色彩的 然后关于建筑里边的立体的图形文样的那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关于所有的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宝贵的东西 其实一定要允许每一个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然后最后你拿出一个东西 然后具有他自己的现代特质 又有他的影子的东西 我觉得才是能最被接受的 所以那一期我们的设计师其实因为建筑 因为这些山水的 这些不同时代的这种山水画设计出的那组时装 其实最后所有的走在梯台上的人 你发现那个原料是现代的 然后甚至那个扩形感觉都是现代的 但是你会发现它有中国建筑的那些瓦棱的结构 然后他有中国建筑那一些这个关于棱角的那样的一个表达 所以我就觉得在用这个点上我觉得是一定是以点代念的 然后所有的人看懂了就好了 因为所有的观众这是中国的 你说为什么是中国的 他就觉得一意约约这里边有那些感受和元素 而千万不能是 如果就为了表达中国这事很简单 我直接把那个以前的那个那个中国服装的反腐一复制一件 大家一看就知道它就是中国的 但是人们会觉得那东西我在博物馆里就见过 我不需要在一个时尚的秀场上再去再去看它的那个表达力 人们终究还是会想它离我多近 我是否可以穿在身上 这种美是否跟我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是有技巧的 然后包括你可能会组织大量的公寓室也好 甚至说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了解的这一些大师们在也好 但是最终是要让他们提炼出元素的 我觉得那个文样也好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梦想 我觉得我特别希望就是这些成果能在一个平台上去享用 然后每一次研究那个成果 其实不仅仅对服装领域 其实对所有领域其实都可以 包括礼品的设计 生活家居的设计 其实都是有用的 把这些元素提炼出来 完全用现代的方式 现代的原料 现代的这种设计角度去实现它 然后你反而你会发现 它会才真正 它跟它的商业价值才有关联 大家都觉得创业不懂怎么办 我觉得不懂才最好 不懂你才有外行的心态 我一直说创业的三种心态特别重要 外行的心态 地板的心态 游戏的心态 我觉得就因为不懂你才会把这种三种心态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明白地告诉自己就是个外行 那外行其实最给自己一个最强大的理由 就外行就要学习内行的 不会的就要学习会的 而且我觉得学习终究不是为了知道 是为了做到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觉得做到特别难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就包括现在 我觉得大家在开始的一份事业的时候 我觉得不要怕自己出于外行的那个心态和角度里边 你只有是外行 你才会让所有内行的人在这里有最大的发挥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学习的阶段 无论我还有我特别信仰的这些设计师 因为我认为我信仰他们是因为他们都比我专业 人家都是从小就学美术出身的 然后我到现在我都画不出一幅完整的画来 他们只三分钟就可以给你 把整个的扩形都描绘得特别精准 所以我是觉得 在这样的一个初始的状态下 学习是我们的第一步 你必须读懂它 我觉得包括我去这个学习的过程 读懂全球的最好的品牌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 我去了解每一个好的产品产生的过程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 一个好的产品 它的产生的过程都是值得敬畏的 所以当时其实我上欧洲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带着一颗敬畏的心理 我去每一个茅房厂 然后去看人家养羊的那个过程 然后上午放在什么样的光照 什么样的山坡 下午放在什么样 然后那个洗毛的水都是山泉水 我其实我带着一份敬仰去感知 然后但是恰恰那个感知 给了我巨大的一个触动 就是我觉得我们为了造出好东西 为了我们真正能够拥有好东西 我觉得我们要做最好的资源的整合 所以在这件事上 我特别想说 今天当我们再去谈 一文迈出国际化的这一步路的时候 我觉得这绝不是冲动 因为前面你这些年 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 然后我觉得是这个 所有你敢迈出这一步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我觉得那就是全球供应链的整合 我觉得这件事特别不容易 这是我走遍了欧洲那个大地 然后一家一家这样谈下来的 它最好的原料要给你供应 然后人家给你供应了 你还提更高的条件 我要求同步上市 大家说什么是同步上市 就是你给欧洲的最高级的品牌 供应的同时 你要给我供应 而不是它用了一年以后 你再让我用 所有时尚的先进性 就在于你的时间的把握 否则的话 你就不那么精彩了 人家去年巴黎米兰 时装周上都有的 你今年才有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靠你 真的是巨大的决心和耐力 一个一个谈过 其实我觉得创业就是过坎 我觉得在路上就是 跋山涉水过每一个坎 然后不难 不难就没有挑战 不难为什么需要你 对吧 有梦想的人就是要有这种 经历所有艰难的 这样的一个信念和决心 所以我一直说 我说无论怎样 在路上你必须有两个 一个是从容的心态 一个是坚定的脚步 就不管什么样 最差它能差到哪 所以一个一个这样谈下来了 最好的加工厂 我是第一个开始实现 中国设计全球制造的 你想这件事有多难 人家都外国设计中国制造 人家还得选一选工厂 然后你竟然去选 人家最好的工厂 我设计了 你的给我做 但是这个门槛 就是这样的 一次一次跳开的 一次不行再一次 终究它会被你感动 终究当它了解你 中国品牌 以一个什么样的时尚心态 去走每一步的时候 它会去接纳你 去认同你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中 一步一步走来 我觉得我去 踏踏实实地经历了 十年学习的过程 你真正读懂了 好的品牌是怎样的 好的产品是怎么来的 甚至说你真正的 除了向他们学习 还有向你的顾客学习 你真正读懂了顾客的需求 他为什么要这个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站柜台的那个故事 不仅仅是我站柜台 实际到今天 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层 我们都要学会站柜台 为什么我说这个要学会 其实不容易的 人们从一个高级的工作 去做最简单的工作 也需要学习 学习的是心态 那件事是不容易的 大家觉得这事还用我干吗 但是对不起 也许站在那个岗位上 你未必比别人干得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是必经的 但是第二步最最重要 那就是找到自己 因为所有的学习 其实不是为了让你更像别人 而是为了更像自己 于是这一步 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好品牌的 最核心最重要的一步 最快速度的找到自己是谁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 不管你做的在哪个行业 你必须发现区别 发现差异 你跟别人不同在哪里 其实前面在学习的过程中 很多相同你都经历过了 很多优秀都有优秀的共同点 但是那个 我觉得卓越是因为你跟别人更不同 所以那个过程其实非常非常艰难 其实很多人是倒在了这个路上 就放弃了 相同又怎样 不是最终创业就是为了改变境遇的吗 创业不就是因为赚更多的钱吗 其实后来你会发现 只有一个东西会让你特别坚持 就是你原来就曾经拥有的那个梦想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走下这一步路的时候 你都拥有过 你有多辉煌 你有多不同 你有多特别 所以在这一个点上 我觉得找到自己 其实是我们几乎用了第二个十年 找到了自己 就自己是谁 然而在穿越这个十年 我觉得其实对于每一个 包括今天的你们 其实大家觉得二十年很漫长 其实在我看来真的是挺快的 一天一天就这样 反正每一天都忙碌并快乐的 就这样过来了 然后这个过程之后 我觉得你在所有的学习过了 然后找到自己的过程之后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表达自己 我觉得其实这一次 现在大家这一次看到的 包括一文未来所呈现给大家的 是表达自己 你把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故事 又用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 去展现出来 让大家读懂你 你去读懂别人的过程 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更特别的自己 然而最终的目的是 让所有的人去读懂你 去了解你 去认同你 我觉得无论哪个行业 其实我们去塑造一个品牌 一个优秀的企业 都必须经历这三个过程 没有跨越 大家说我直接跨越一下吧 我还没自己 我直接学完了就表达自己 我觉得没有这样的 我总说 我说即使天上掉馅饼 还是需要你起得早 才能够捡得到 所以我觉得在创业的这条路上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捷径 我们就需要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你才会觉得你每一步走得踏实 你才会觉得你每一步走得有底气 你才会觉得你每一步走得有力量 所以我是觉得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 我觉得你就能够有机会去找到自己 表现自己 我们现在很多 比方我们所有能够颠覆外国人的设计 关于时装方面的 那么大家一想到的一定是那个大金盘扣 一定是那个我们所有想象的 大家看着的那个叫唐装 所有的其实在外国人眼里 就是你所要讲的关于中国古代时尚的故事 其实他已经有了一个预先的答案 然后我觉得那个颠覆特别重要 就是你要让他感受到 这是对他所有的那个答案的一次颠覆 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那个设计 必须你真的去走进这个文化里 去了解它的根源性的工艺 你比方说用中国工艺讲故事 你绝不可以原班了这些东西上来 说你也做个大金盘扣 那西方人觉得这是跟我无关的东西 你只可以放在博物馆里 不可能穿在我身上的 那么你就必须去把所有这一些 特别有意思和有价值的元素 重新拆分开 用现代人的审美角度去看 怎么样运用才有意义 所以可能你一件衣服非常非常时尚 但是可能你一粒扣子 是中国工艺师的金工手雕 然后是用玉做的 然后他就会觉得 哎呀这个感觉很中国 然后可能你的美 因为我用了很多中国的这些工艺大师的创作 我能深切地感受到 因为中国工艺为什么在西方到今天 你就看现在中国的古代的家具 在西方的拍卖的价格非常高 中国瓷器到一直现在 不管舒服比的拍卖 都是最高的价格 因为这个工艺都几乎失传了 你像现在所有我们这些叫 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 这些老工艺师 真的是后面连传人 现在他们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跟着学 现在的人谁可以用三年的时间 去干一个作品啊 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去沉淀下来 但是你如何把这种工艺转换成 时尚里的工艺 保留它的那个 给人们带来的那个工艺美感的东西 但是你用一个非常时尚的方式 你可以采用模具画 或者是即使手工的这个制作 你可以让它局部处理 可能我就一粒扣子 我就一点文案 但是这点文案 这是我传统工艺的一次再折射 包括绣 其实到今天 大家已经会看到 你看所有的关于中国工艺里面的绣 我们有很多这个非常非常 我认为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些绣娘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让她去满腹的 绣一副清明上河图出来 我觉得除了在博物馆里 你很少知道她该怎么用 然后我觉得今天 其实你可以把它变成 时装的内里上的一抹 特别有价值意义的 可能西方人愿意把它的图腾 但是我变成一个手工的嵌秀 放在这个上面 他会觉得这件衣服是作品 是艺术品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学会 把这些老祖宗留下来 特别有价值的东西 用现代的手法和语境表达出来 然后让她在零距离的 能够去接近生活 让她能够走进你的生活之中 可以穿的餐在身上 可以用在家里 我觉得这个才可以呈现 它的真正价值 然后我觉得你不能 你不可以原封不动的 把它拿出来 然后那个就真变成了艺术品 所以为什么我就说 我说中国时尚的再一次突破 其实真的是这个基础的料已经有了 就是我们有这么多人 任何一个朝代 任何一个时代 你拿出一件有意思的这个作品来 都可以赋予设计师灵感 甚至都可以讲故事 但是你如何把这个故事讲到现代 然后讲到哪怕西方人也觉得 这个事跟我可以有关联 就是我觉得这个才是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讲故事的手法 非常非常重要 劳斯莱斯他讲手工的过程 你会发现 其实就那一点手工的故事 然后被他活灵活现的给用上了 你其他的 其实跟造车的那个过程 其实你去看 大部分还是机械化处理的 但是他有 他仅有的留存的手工过程 他都把它非常精致的表达出来 然后每一个人奉入 最高级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然后再呈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能把故事讲得精彩 我觉得不管是中国设计也好 中国品牌也好 真正在国际上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 或者是能够让自己越来越被尊重 我觉得这是一群人的事情 它不是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这个事情 而且最重要的这一步是什么 我是觉得大家要选好定位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还像以往 我们从最低端的切入 从中国制造开始的话 我觉得我们永远很难有位置 尤其是在今天 其实大家都感受到了 其实今天中国制造面临的最大的困扰是 就是全世界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 然后我觉得在这里边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因为 就大家说因为你的成本 因为你的所 那中国现在成本不低的 我们必须从简单的从这种成本优势 转上品质优势 然后从这种原来的这样的 这个价格优势 转上成你的工艺优势 你独特的才永远不会被淘汰 像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工厂 你依然要去敲它的门 是因为它的工艺别人做不了 它不可替代 而如果你简单的只是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的话 那么今天越南便宜 大家就去越南 印度便宜就去印度 你永远处在可替代的人 永远大家可以用性价比来衡量你 所以我觉得即使是中国的制造业 也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 你也要成为制造业中的品牌 我觉得品牌划这条路是迟早的 然而品牌划了之后 你要想走出国门 我觉得这个定位就更重要 你一定先找到你的客户再去做 我觉得中国品牌走出去 其实前面这几年吃的很大的亏 就是我们也像欧洲品牌那一样 在商业街上找一个店铺开一间店 后来你发现 因为尤其你中文转换了成英文字母 在那个茫茫的那个街海上 那个商海上 你一下子就被忽略了 所以你花了一个巨大的成本 然后在那样的一个 一个特别昂贵的空间里去开了你的店 你认为是很大的一件事 但是消费者并没有去认为它是很大的一件事 所以你就会发现 因为中国品牌前面走出去 我们有过各种尝试 我们有过OEM这个尝试 事实证明到今天 OEM其实我们走到了很艰难的路上 你的空间已经小到不能再小了 然后我们走到去砸钱去开一些店的那个模式 但是你会发现 你依然不单没赢得尊重 可能连眼球都没赢得 因为那个你去 大家都去过英国的快食商的那条街上 你去看看有多少店铺 包括你一次旅行走下来几个小时 你发现你有机会进几家店铺 而进那些基本上都是你知道名字的 所以我为什么我说先让自己的名字 在欧洲人的心里形成印象非常非常重要 不管你以什么样的方式 以什么样的角度 一定要让他们注意你 一定要去记住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尤其是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上 人们一定去买它相对了解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欧洲这么多年市场上 诚信红利带给大家的 他对一件了解的事情他会很放心 你当然在中国今天可能在诚信上 更大的危机了解了 大家也不放心啊 还担心出问题呢 但是在欧洲你会发现 我觉得诚信它是一个 真是一个行为艺术 只要你做出来了 大家就会相信你 并且它会不断地跟随一个品牌走下去 人们的品牌观都已经形成了 所以我觉得必须在那个市场里 建立起你的品牌的地位来 然后哪怕它是相对的一开始 是一小部分人了解你知道你 然后你从这一小部分人去做起 所以英文事实上 这一次在欧洲 其实又选择了一个特别 我觉得是一个可参照的新模式 但是也是特别难的一步 我又从这个欧洲最难做的 这一群高端客人开始 我觉得一个一个来 其实这一次我都很感动 因为我们这些年陆陆续续的 因为你在中国市场上的影响力 已经开始有一群欧洲的客户了 但是我觉得别忽视了你任何一个客人的影响力 我觉得其实英文从小做到大 就是从他名不见经传 做到今天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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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这么庞大的影响力 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忽视过一个客人的影响力 所以我说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 不是只指我们英文的团队的这群人 而是我们和我们的客户 共同的这一群人的努力 才能成就一个品牌 所以我是觉得 那个客户的每一个客人的影响力 加一起它是一个N四方的力量 所以在西方也是 我们其实前面陆陆续续有一些客人 但是我都没有想到 他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比方说我这一次特别感动 我们的一个客人 这个Steve 他是那个CEO的秘密 这本书的作者 然后因为他在采访我的过程中 他对这个企业的所有的管家服务 对这个企业的所有的这种创新力 和中国原创的设计 他特别感兴趣 他就几次来定制了好几套衣服 然后我其实这次都没想到 我在不同场合见到的 他都是穿着我们定制的衣服 而且他绝不是老老实实地穿 他会跟身边的每一个人讲他那个故事 所以我看了我们在上面走秀忙得够呛 他在底下讲故事忙得够呛 他一直告诉每一个人 你看我穿的就是这个牌子的 我的扣子是怎样来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优美的故事 要靠大家去讲 可能那个人讲比我们更有影响力 所以我觉得中国品牌走出去 有一个最重要的路径 你要靠一个一个顾客做出来 你要靠真的深度能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 让他们跟随你一起去讲你的故事 让这个故事讲得更透彻 让更本土化 更深入人心 我觉得这是中国品牌 从高端客户做起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觉得要去坚持 我觉得既然走向欧洲市场 就像我们在中国创业一样 已经有20年了 至少我们要有几十年的心态 我相信今天我们有一百位欧洲的顾客 因为穿我们而觉得荣耀 而去讲你的故事 我就算大家就以你 你最保守的方式去想 20年你会拥有多少人在讲你的故事 而他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影响身边的一群人 我相信那个时候在西方 我觉得艺文就是一个 值得大家骄傲的中国品牌